一名台籍弘姓男子 20多年前因案偷渡到中国而遭到通气 而这期间除了和在台湾的家人有所联系之外 不曾返回台湾 日前因为罹患重病 家属希望可以接回台湾作为治疗 经过许多联系管道之后 由金门洪会派员去厦门 会同家属将病患接回金门 并在水桶码头由港警进行介护 他要22年 因为他可能不想关 他关了两次 然后角市也 那时候角市还没过 所以他就跑去大路 小三通客船抵达金门之后 由金门洪会以担架将这名患者抬下船 而一旁等候的除了国境队员之外 还多了港警在旁借护 因为这名患者因案遭到通气 不过第一时间仍然以医疗优先 先将患者送到金门医院观察 等待后送返台治疗 有没有办法做笔物吗 有啦可以做笔物 可以做笔物 应该是可以做笔物 医疗优先处理 笔物后续 对对对 有接到这个家属的雷电告知 说他一个个个在大陆有20几年 就是没有回到台湾来 然后最近身体能瘫痪掉了 应该是肺炎引起到这个脑膜炎 然后整个四肢也都瘫痪了这样子 然后也是找到很多的管道 就是是不是能够让他回到我们台湾 也找到我们的立委陈医生这边 然后透过很多管道 来找到金门的红十字会 然后有红十字会前几天家属来跟我们联络 然后我们因为他什么证件都没有 在20几年前 是从金门这边偷渡去大陆这样子 金门洪会表示 由于病患在20几年前 由金门偷渡到大陆 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 所以得到讯息之后 马上联系相关单位协助办理 露台等等的相关证件 顺利在午夜的最后一天 将患者送抵金门 什么证件都没有 后来我们也就请下边的台办港澳处这边 来帮他办一张这个露台的一个证件 然后金门这边也麻烦我们这边的移民署这边 也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帮忙 帮他这个路径索息也帮他做好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 洪会洪出之后有人 我们就派四个志工 在昨天我们都抵达厦门去 然后今天下午坐两点 两点的船回到我们金门来 然后目前呢 把他先送到我们属地医院去 先把这个医疗做好以后 然后等一下 我想这个港警警 他也都跟其他救护车 一起到医院去 然后分笔录这样子 基于人道的考量 在金门洪会的联系之下 金门移民署等单位也协助办理入境手续 让病患可以入境金门送金门医院救护 港警则接手介护 并跟着救护车前往进行笔录等等的法定程序 我们先继续